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,欢迎大家收看由华星保险为大家制作的 银发保险通知红蓝卡宝典,我是威妮 那在上一期视频呢,我们有解释什么是 Medicare Advantage联邦医疗保险优势计划 那么我们今天呢,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什么是Medicare Supplement Plan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,别忘了帮我们按赞,订阅,开启小铃铛哦 那Medicare Supplement Plan呢,其实也称作Medigap 是Medicare的补充保险,帮助填补原始联邦医疗红蓝卡的空白 Medicare Supplement Plan,其实也是由私营的公司来承保的 在之前的视频呢,我们介绍过原始联邦医疗保险 也就是红蓝卡,只承保80%的医疗费用 因此您需要再选择加入一个五足的保险计划 比如上一期视频我们有讲到Medicare Advantage Plan 或者是我们现在讲到的Medicare Supplement Plan 那我们来讲讲Medicare Supplement Plan是如何运作的呢? 如果您参加Medicare Supplement Plan的话 首先您的红蓝卡将支付80%的联邦医疗保险批准金额的医疗费用 然后您加买的Medicare Supplement Plan 会支付剩下20%的医疗费用 那值得注意的是,如果您去做了一些检查和诊断 但是联邦医疗保险认为那不是Medical Necessary 也就是他们认为这项检查不是必须的 那他们就不会帮你支付那80%的医疗费用 这种情况下您买的补足保险也自然不会来支付剩下的20% 那如果您选择Medicare Supplement Plan的话 还有一个好处,那就是您无需担心医疗网的问题 因为在这些计划呢,没有医疗网的限制 只要这个医生或者是医院接受Medicare 您就可以预约去看,而且不受限或者是州的限制 所以如果您对医生和医院有特定的要求 比如在男家,你很想去一些好的医院 例如说像City of Hope, USC,又或者像UCLA这些好的医院 又或者说您常年来往不同的州 那Medicare Supplement都是您最好的选择 那相信讲到这里呢,大家一定会问 保费要怎么算呢?是不是很贵啊? 那其实除了每月向联邦医疗保险支付的帕币部分的保费外呢 您还需要向Medicare Supplement的私人保险公司 每月支付固定的保费 那保费主要是根据您的年纪、居住地区 以及您所选择的保险公司和计划来决定的 那同时保费也不是锁定的哦 而且是会随着年纪的增加而增长 差不多一年会有一到两次的涨幅 然后呢您还需要再搭配一个处方药的保险计划 也就是我们常常称的Part D 那每月呢也是需要按时向提供Part D的私人保险公司 来支付保费 保费呢主要会根据您固定吃的慢性病的药来决定 来敲黑板总结啦 如果您选择Medicare Supplement计划 那么您每月有三个部分的保费一定需要支付 首先第一个部分就是您红兰卡的Part B保费 这个部分呢是直接支付给政府的 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Medicare Supplement的保费 是直接支付给私人的保险公司 那第三个部分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Part D 厨房药保险也是需要每月按时支付给保险公司的 那Medicare Supplement Plan有哪一些计划可以选择呢 那其实Medicare Supplement Plan又分为很多种不同的计划 像有Plan A B C D E F G 这些很多不同的计划 那每个计划呢都会有些许的不同 那具体大家呢可以参考我们图片所展示的 这个图表 不过就目前而言呢 选择Plan F和Plan G 还有一些Heidi Darkbo的计划的客人呢是比较多的 因为相对来说呢 像F和G的这些计划所承报的内容是比较完整的 如果您对Medicare Supplement计划感兴趣 想要知道哪个计划最适合您 和您想知道具体报价和费用的话 划新保险可以在第一时间为您服务 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626-333-1111 转分机622 您的问题会马上得到回答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忘了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哦 拜拜